中国人权协会4月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揭露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国对外国的侵略战争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 文章标题为 《美国对外国发动的战争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 文章指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01年 美国共发生了248场武装冲突 发生在世界的153个地区 除了直接参与战争之外 美国还通过支持代理战争 煽动反政府叛乱 暗杀提供武器和弹药 以及训练反政府武装来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 这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 文章表示 这损害了有关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中国人权研究协会的文章指出 美国发动的外国战争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包括人员伤亡 设施损坏 生产停滞 难民潮 社会动荡 生态危机 心理创伤和其他复杂的社会问题 美国的对外战争 也对未参与战争的国家造成了伤害 文章补充说 甚至美国本身也已成为战争的受害者 对美国发动的多次侵略战争的回顾表明 许多军事行动已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在战争仍在继续的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和其他国家 意外爆炸和伤害仍然经常发生 难民无处可住 文章表示 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 其国民生产停滞不前 同时 军事行动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 源于美国的霸权心态 期望一个霸权国家捍卫其他国家的人权是荒谬的 国际争端应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平等协商解决 且应通过规范和改善国际机制 并建立人类共同未来的社区来实现协调一致的共享 只有在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而放弃霸权思想的情况下 才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互惠互利 世界各国人民才能享有人权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